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 千雪 独家出品哦 第137集 长剑锋利 剑气森寒 在夜明珠的珠光照耀下 闪烁着青色光芒 剑锋带着剧毒 分明就是剑血封喉的 就在长剑剑间 快要碰到战青城脖子动脉之际 靠在床头上 那个原本闭目浅眠的男人忽然心眸一睁 他随意抬手 钉了一声 长指打在剑身上 这把长剑立即被他弹开 但闯入的黑衣人 很明显也不是等闲之辈 剑尖被弹开之后 立即手腕一转 剑锋 换了方向 向战青城胸口袭来 战青城长袖轻浮 看着并没有什么力度的动作 却在猛然之间 一股强悍冷烈的真气送出 黑衣人一个转身 在半空中掠过 好不容易躲过他的攻击 两脚刚落地之际 战青城那道素白的身影 已经落在他的跟前 他五指成爪 抓向黑衣人脸上的黑金 那黑衣人被他风一般的速度 吓得呼吸一乱 立即点足后退 但战青城的长指已经勾住了他的黑金 黑金无声无息落在战青城的手上 黑衣人立即转身往窗外跃去 战青城也不追 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抓起一只杯子 随手砸了过去 啪的一声 落在了黑衣人的背上 刚从窗户跳出去的黑衣人闷哼了一声 从二楼直直坠落 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龙武院的侍卫已经被惊动了 看到黑衣人跌落 几个侍卫手执长剑迅速围了过去 凤九儿听到动静赶回来的时候 便见战青城那套素白的身影站在窗旁 看着下方院中的一切 看到他安然无恙 九儿才狠狠松了一口气 快步走了过去 就站在他的身旁 和他一起看着楼下院中的情况 九皇叔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刺客 嗯 战青城寒手 侧头看着他 凤九儿却依旧盯着楼下 没想到刺客武功这么厉害 竟然逼退了其中一个侍卫之后 从地上一跃而起 朝着另一个方向迅速走了 凤九儿掌心一紧 就要从窗户跳下去帮忙追刺客 尖头上忽然一沉 他落下来的大掌将他的行动彻底打断 九皇说他要逃了 九儿心里焦急 怎么能就这样让黑人跑掉 他手中长剑有毒 下头有兄弟中剑了 刺客武功不弱 再加上手里长剑沾满了剑血封喉的剧毒 凤九儿去追太危险 听他这么一说 九儿立即低头看着下方 果然看到一名兄弟跌跪在地上 只是手臂上被刺伤 却已经彻底起不来 该死 九儿一咬唇 一掌落在窗台上 纤细的身躯一跃而起 从窗户闯出 轻飘飘落在地上 不过是不见了半月 这丫头的轻功 竟然已经厉害到这种地步 战青城的目光紧锁在他身上 刺客自然会有人去追 而他现在更感兴趣的 是眼前这个全新的丫头 凤九儿在那个受伤的兄弟身旁落下 看到他 其他人立即喊手称呼 凤将针 九儿没时间 也没心思理会这个称呼的问题 立即在受伤的兄弟身边蹲了下去 长纸夹着银针 在他伤口的周围迅速落下 九王爷回来的消息 并没有几个人知道 所以王爷遇刺这个消息 也没有被传开 消息在前院里 被霍言封锁了 虽然霍言也不过是十几个校尉之一 但他之前跟随凤九儿出征 现在 霍言在龙武院的十几个校尉里 地位明显和其他校尉不一样了 深夜时分 凤九儿终于回到 湛青城所在的房间里 他坐在桌旁 正在进食 看着动作也不算粗鲁 但九儿进去之后才发现 一桌子的美食 几乎已经被他扫得差不多了 九王叔 你这是 多久没有吃东西了 三日 离开凤凰城之后 为了尽快赶回来 这一路他就没有停过 若不是自己的战马也是足够的强悍 这三天三夜恐怕连马儿都扛不住 回来之后 原本想亲自去找他 但这丫头似乎不怎么喜欢 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和他亲近 所以他忍耐着 让霍言将他请过来 之后又是刺客的事情 他也是看着他将那位受伤的侍卫收拾好 控制了毒性之后才回到这房中 凤九儿心头微微一阵纠紧 为什么三天都没有吃东西 九皇叔 他没有说话 但这一身风尘仆仆的样子 直到现在依旧清晰 他就知道了 九皇叔这是要赶着回来 怪不得连大军都不待 他好像也有点明白了 他这么着急赶回来 似乎是为了见他 今夜是他回来的第一个夜晚 没有去和什么大人物 商议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特殊任务 他一回来就让霍言将他找来 这份执念 让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凤九儿深吸一口气 看着他吃得差不多了 才话锋一转 九皇叔 还有谁知道你回来了吗 竟然刚回来就遇刺 这刺客为什么对九皇叔的行踪 如此清楚了然 九皇叔的归来 恐怕就连龙武院的人 都没几个知道的 刺客又是怎么知晓的 在这之前只有霍言 霍小微 不可能 刚才刺客刚走 霍小微立即赶过来 绝对不是他 再厉害的轻功 也绝对做不到 前脚朝一个方向离开 后脚就从另一个方向回来 还换了一身衣服 更何况 刺客的身后 还有龙武院的兄弟在追赶 他哪来的功夫躲起来 再换一身衣裳回来呢 刺客一定不会是霍言 可是还有谁知道九王爷回来了呢 这个人一定是在龙武院潜伏很深 否则绝不可能在九王爷刚回来的时候 便准备好了这一切 霍言和院士大人方正回来了 向湛青城禀告道 王爷 刺客潜入绝风院之后 使了踪影 绝风院 那不是新一届男学子的住处吗 难道今晚的刺客 是新学子中的一人 凤九儿忽然想到了什么 掌心一瞬间收紧 连脸色都微微变了 王 九皇叔 我还有急事 我 我先行告退了 再见